漂亮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的 江苏泰州挖出诡异女尸 虽已过两百年 但肌肉皮肤依旧保存完好 甚至连体内的血管都清晰可见 当专家们满头雾水之时 一颗奇怪的绿宝石戒指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 难不成这戒指有什么玄机 随着调查的深入 各种古怪现象接踵而来 这具女尸究竟是谁 她又是如何做到百年不符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明朝女尸的前世今生 这一天凌晨 江苏泰州某路段发生了一件大事 施工时 农民工们意外挖出了一座古代墓葬 一时间消息泄露 十里八乡的村民们都赶来瞧热闹 由于动静太大 很快便惊动了附近的 泰州市考古研究所 等到专家们跑过来一看 口中直呼不得了 这居然是一座 保存完好的明代官果 不管是墓室还是周围的摆设 全都恍如昨日 整洁的吓人 由于太过罕见 两旁的老百姓时不时的指指点点 口中议论着什么 这下子 着实吓坏了专家们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当即命人把官果升起 送往了研究室 半小时后厚重的盖板 被徐徐揭开 想不到中间居然放了一块夹层 牢牢地隔绝了外部的空气 望着这别出心裁的设计 一位老专家激动道 快打开 说不定有惊喜 果不其然 甲板掀开后 棺材中央赫然躺着一位睡着的女尸 面色红润 肌肉风影 仿佛还未死去 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 在灯光的照射下 其体内似乎还有血管在游动 伴随着黄褐色的液体 让人不尽头皮发麻 按照牧师的记载 这名女子应该是明朝人 也就是说 她已经在地下待了两百多年了 可这肉身 怎么一点腐烂的痕迹都没有呢 正当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释 她内身厚厚的装扮 成为了唯一的线索 一小时后 工作人员用镊子 小心翼翼地取下了一层捐薄 突然间 一抹绿光射了出来 原来 女尸手上戴着一枚古怪的翠玉戒指 难不成秘密在这里 就在众人秉息凝神之时 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 快看 这棺材像个什么 你相信人死后 可以在地下永生千年不符吗 这是马王对汉母 出图的一具女尸 血管在其体内流动 肌肤心弱有止 吹弹可破 时至今日 专家依旧在寻找 她千年不符的秘密 而这一切 还得从1972年的那场发掘讲起 那天 当工作人员打开棺材后 眼前的画面 着实惊呆的众人 女尸四肢完好 浑身散发着奇特的味道 甚至连她的骨骼 都能自由转动 有如生贤一般 很快 这条消息 便轰动了全世界 结合出图的穆志明 专家证实了 墓中的女尸 就是大名鼎鼎的 新追夫人 当年 她的丈夫丽苍 曾辅佐刘邦击败项羽 功成名就后 管拜长沙国丞相 封为戴侯 一辈子锦衣玉石 吃喝不愁 其死后 为了后葬妻子 苍丽便将新追 埋在了马王堆 这片风景如画的宝地上 在后续的清理中 专家组发现 新追夫人和后来 发现的明淡女尸 在衣着上 存在着诸多共同点 首先 她们都浸泡在 神秘的液体中 其次 两人死后 都穿上了厚厚的丝织皮 其数量 远远超过了 普通人想象 仅仅为了剥离 新追身上 那二十层的丝绸 工作组 便花费了 一个星期的时间 尤其是当看到 新追皮肤上 那纤细的微血管时 在场的众人 终于忍不住了 脑海中浮现出 后来明朝女尸的模样 经过对两具官国的对比 其中一些端倪 被找到了 在新追夫人墓中 为了防尘防水 采用了四层保护装置 其中不乏 十六米夯土层 和白高泥 这种稀缺皮 而这正是两具女尸 长眠地下 不腐烂的原因之一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哪怕是神秘莫测的 新追夫人 也仅仅排在中国股市第二位 这第一名究竟有多恐怖呢 她又是如何做到千年不符的呢 中国第一不符女尸来了 荒野一气三十九天 大雨冲过 烈日晒过 却依旧栩如生 完好无损 甚至内脏还能看到 血液在自流流动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她居然比马王堆出土的 新追夫人 还要早上近百年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44年 某天深夜 一伙盗墓贼鬼鬼祟祟祟出没在 湖北省金门市 郭殿村的田间地头 第二天暴雨来临 草丛中多出一具 栩栩如生的女尸 一周后 烈日考的大地千疮百孔 为了浇水 几个老汉上山寻找水源 不料被草垛中的女尸吓了个半死 我的妈呀 这是啥 等考古队到来后 警察下令封锁了附近的山林 经过对女尸身上的衣物做对比 研究人员发现 这居然是一具来自战国时期的女尸 距今已经过了两千多年 但令人疑惑的是 她的样貌 皮肤的细腻程度 还有那充满弹性的死肢 都让人浮想连篇 为了找到不符的秘密 考古队将此地挖地三尺 果然在不远处 发掘出了一座战国古墓 遗憾的是 早就被盗墓贼接足先登了 想来这具女尸 就是被遗弃在草垛里的 想到这里 考古队员们恨得牙都痒痒的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从墓里的棺果中 专家们发现了一些神秘的粉末 好像是某种中药的成分 只是由于时间太久远了 暂时无法找到其来源 和之前的心追夫人一样 这具战国女尸 也全身被液体包围着 被盗墓贼遗弃前 一直舒舒服服地 泡在不知名的液体中 结合古墓圈中的那句名言 干千年失万年 不干不失几半年 研究人员把调查方向 放在了那些不起眼的 粉末和液体上 与此同时 另一个惊动人心的消息 传了出来 通过对战国古师的骨骼做鉴定 此妇人在去世前 至少75岁高龄了 将一名老妇人保存在地下 2000多年却容貌依旧 这种记忆 别说古人了 就是今天的医学技术 也很难做到 正因此 战国女尸被中外学者 誉为中国古师第一人 关于她背后的秘密 研究人员一直在破解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大白于天下 对于这三句不服女尸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